西班牙到今天踢了多少年 到最后了他的中场没有超过一米千二 四个中场没错吧 在中国都打不了联赛 不可能 如果是那么高的时候就给踢了 那个哈维肯定跑不过十二分钟跑 他十二分钟能跑过 但是他折翻跑就给抢毙了 球星 本节是这边最让你看着 喜欢的球星 我们说 球星 个人能力的话还是梅西应该是最强的 对C罗尔海中有一个评语 说最多三年了 对三年 他没有任何的 专业化了 不是就是 他没有任何比这些 比如说 专业化 比那些今天咱们看见的谁强一点 比如说比 比鲁尼 克罗泽 比鲁尼 比这些人强 没有任何的 没有 这个我不太同意 我也不太同意 那你们可以看 我觉得C罗尔的个人实力还是强 你前一句话我同意 就说C罗尔的越往后的发展 他不像梅西 是靠技术 他是靠他去生存 靠他那一下 对对对 对吧 他有时候单打独斗 也不知道球场的 这个和别人配合 对 包括他的商业包装 对 而且他也不会为队伍提成 他就是一个个人 那你说下代季 他在黄马 如果换了慕里面奥 这么一个擅抓整体 他说了 我的队 只有一个明星就是我 没错 这种人是不是能反而把C罗尔救了 延续他的 把他升华 让他的巅峰期还能延长 就看他能不能 C罗尔能不能服从他 不是 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打出 他认为好的水平的比赛 如果他就像葡萄牙跟巴西那么踢的话 第二场 C罗尔就别要上场 莫里尿尔就得把他废了 因为他50米就开始远射 天天在那 自己在那射 对吧 这种运动员 在世界上 好的教练 你看到他们打朝鲜7比0那场比赛了吗 看了 基本上 那场球我觉得他踢得很无私 他可能那场球 他不是无私 他想进进不了 不不 他虽然传了好几个 没有 他想进进不了 传了两个球 我再告诉你一遍 今天我还说 他的身体 机能只要一下降 他就离开 他没有任何的特点 身体机能那种爆发力速度 而且他的配合精神 确实比起哈维亚 为什么曼联会卖他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不太同意 他比特罗泽还差 特罗泽是个好球员 对对对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不是差 我没 你们再知道 就是你要问我 这个人的水平多高吗 世界上 那我会告诉你 比如说梅西 这是高 球队 德罗巴 球员说完了 看好的 我们这次是被听到 很多关于这个 比赛用球的批评 说这个